看见王中磊在一边摩拳擦掌 此刻的杨颖却吓得连连后退 在惹不起的金主王中磊面前 杨颖一开始还表现得落落大方 可是当看见王中磊为公主抱自己 而在用力地摩拳擦掌后 杨颖紧张到一只本能的后退 直到被抱起来 杨颖也没说出半个不字 比这还令人心酸的是张嘉宁 穿着主办方给准备的小号礼服 两个重要部位都快被挤遍行了 隔着屏幕都觉得勒得十分紧 感觉张嘉宁都要偷不过来起了 就连想用手遮一下 张嘉宁也要看一看老外的脸色 这才小心翼翼地把手抬上来 看见金主主动把手背在前面 热巴放下心来 知道这是一个绅士的老外 然后全程眉眼带小 状态轻松 跟对其他金主的冷漠态度 很明显截然不同 即便是刘亦菲 也没逃过敢怒不敢言的宿命 眼角余光感受到老外正在看重要部位 刘亦菲急速地抬起手挡在胸前 感受到老外失去地转过脸去后 把手放下 比刘亦菲硬气的那必须是陈都林 看见老外在欣赏美景 赶紧用手捂住 虽然有些慌乱 但为了保护自己也够平等 然后才皮笑肉不笑地配合着合影 硬气一点的女明星还好 软一点的就像任人宰割的鱼肉 毫无尊严